曾经,世界各地年轻人远渡重洋追寻美国梦,而今,数以万计来自东盟国家的追梦人来到中国,通过求学、创业、就业、实现自身价值,追寻属于他们的中国梦。 广西南宁,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前沿窗口,无疑成了许多东盟青年开启中国寻梦之旅的第一站。 近日,中心社记者走访了在当地留学的东盟青年,了解他们的中国梦。 记者来到广西大学时,看到学生从校园过道三五成群的迎面走来,其中步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。 来自缅甸的大尔留学生亨特昂告诉记者,2015年他便跟随父母来到广西南宁,对广西了解的越多就越喜欢这座城市。 亨特昂表示,他目前进修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,选择来广西读书是因为喜欢中国式教育,因为中国式教育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等到将来本科毕业后,还希望继续读下去。 我留在广西为了读书,因为中国的教坊和我们面对的教坊不一样。 我比较喜欢是中国的教育方案,毕业以后我还想继续学研究项。 同在广西大学国际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于赫,目前在读研衣。 于赫告诉记者,他不是第一次来中国,但是是第一次来广西。 2011年,于赫从柬埔寨来到中国北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读大学。 直到2016年毕业后,离开中国返回家乡就业。 现在,参加柬埔寨方与中方企业合作的人才培养计划,来到广西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进修。 进修期间,令鱼和印象最深刻的是广西的风景和同学的热情。 我在西大,我发现西大就一个比较美的大学。 然后西大的同学们和老师都比较友好,跟他们相处也挺好的。 然后老师会给我们帮助很多。 与亨特昂的求学梦不同,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赵善明怀揣着一个创业梦。 记者见到赵善明时,他正与同学进行歌舞排练。 赵善明介绍,他2017年来到中国,对中国有很好的印象。 与此同时,赵善明也觉得中国是个创业的好地方。 他表示,毕业了以后打算先留在中国做进出口贸易生意。 毕业了以后,我打算留在中国教导工作做进出口生意。 近年来,广西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的优势,不断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,留学广西建成品牌。 目前,广西高校已与东盟各国近200所院校建立合作,有32所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。 最近五年,来贵留学生人数累计超过5.7万人,其中东盟国家4.2万人。 东盟留学生毕业后涉足商业、艺术、教育等各个行业,在中国与东盟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